三毛说,家,对每一个人,都是欢乐的泉源,再苦也是温暖的。 没有家的人,永远没有一种归属感,就像一朵永远漂浮不定的雨。 家,不仅仅是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,不仅仅是美丽豪华的布局,我们用心去经营的情,才是组成家庭最重要的元素。 因为这份感情,我们才感到温暖,感到放松,生命,是一个荒芜的芳草漆漆的过程,在这个过程里,我们最不能忽略的,是家。 家,是一个温馨的字眼,宝盖头遮住了外面的寒风冷雨,也横三撇是家中人的期盼,向外的两撇是在外的人对家的眺望,一个树沟把全家人紧紧的续在一起。 心气急在清贫越理解,大而除斗细冬,中而正至激龙,最喜小而无赖,骑头握拨连棚。 家,就是这么平淡,能看着亲人的笑脸,就是幸福的展现。 家,很简单却丰富童年时,家是妈妈的一声呼唤。 曾经欢乐的童年是最喧嚣的,肆无忌惮的,一放学,就和邻居家的小伙伴聚在一起,天马行空,玩得天昏地暗,直至吹烟散去,拼尽焦急的母亲在四处呼唤,回家了,吃饭了。 记忆中,母亲的呼唤声是家的温暖,家的牵挂,她陪伴了我们孩童时期的成长,迄今她仍会在耳叹回响。 中年时,家是一个加油站,每当夜幕降临,在外奔波了一天的你,肩负着事业的重压,拖着疲惫的身躯迈进了家门,看着家里的灯光,望着家人亲切的笑脸,闻着饭菜香味扑鼻,瞬间就会觉得力量满满。 家不但能让你享受到人生的快乐,更可以给你前行的勇气和力量。 当阳光普照的时候,你仍然可以无忧无虑的走南闯北,被事业奔波。 老年时,家是一座博物馆,酒市沉的香,寝室就人蒙,人年纪越大,对家的眷念也会越深。 家里的一把椅子,一把茶壶,一顶帽子,都刻着家的痕迹,都会勾起久久的记忆。 一本书,一封信,一张照片,也都会引发过往的点点滴滴。 心勇而来,瞬间泪如雨下。 家,有男人有女人家,是酝酿,爱与幸福的酒房,是盛满温馨和感动,等待品味的酒杯。 是回到家后爱人真情的拥抱,是彼此相守默默注视的目光。 对男人来说,家就是在外碰到挫折最觉得温暖的地方,是一个低纳索。 对女人来说,家就是这一生中用爱守护的地方。 当疲倦的时候,伴侣的关爱会支持自己不要倒下。 当脆弱的时候,孩子的贴心会鼓励自己更加坚强。 当心中的委屈无处诉说时,家是心灵的疗养院,无论面临着多大的阻力,在家都能得到足够的宽容和鼓舞。 家,又爱变过南法国著名作家莫罗阿说,没有了家庭,在广大的宇宙间,人会冷得发抖。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,有许多人都认为,家就是一间房子,就是一个庭院。 然而,当你和家人一旦从那里搬走,一旦那里失去了亲情和温暖,你还认为那里是家吗? 这对名人来说,那里是故具,对普通百姓来说,只是在那里住过,那里已经不再是家了。 家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地方,他有时候在竹林茅舍,有时候在高屋华堂,也有的时候是在无家可归的人群中。 没有亲情的人,就是没有家的人,也就不可能有幸福的人生。 现实生活当中,有的一家人亲亲密密,和和睦睦,亲情感是那样的浓烈,久别后的拥抱,晚饭后的散步,上班前的叮嘱,下班后的姐姐问候,是那样的幸福,那样的快乐。 而有的家庭传出的则是粗野的味道,是冷漠,是猜疑,是吵不完的架,是说不尽的狂言,当你还没有走进家门,就已经感觉到寒风凛冽,我们都是家中的一员,就有责任用心经营一个美好的家。 家,这个家里,不一定非要有汽车,别墅,拒款,它只需要一个爱字,这个子虽然不能吃,不能喝,但是只要有它,天地下再珍贵的东西,也会变得黯然失色。 家就像一座大山,是一负重担,是一份责任,虽然很重,却很幸福,虽然很累,却也值得。 家,是神圣的钱挂和志章在回乡偶书写道。 少少离家老大回,相应无改变毛衰,家,是我们永远的根,不管我们走得有多远,哪怕海角天涯,都走不出她的心,她的牵挂。 家,有着我们最美的梦,最美的童话,不管外面有多么的复杂,只要想起它,我们就不会害怕。 家,是归来时爱人递过来的一双拖鞋。 家,是孩子蹦跳着,贴近怀中的笑脸。 家,是一串串穿起挂在房檐下的红辣椒。 家,是餐桌上冒着热气的一根历发。 家,是床头灯灰映下透着甜蜜的双人床。 家,是浓浓的碍语,续续的唠叨。 家,是一页一页翻过去的琐碎的日子。 有了一个家,生活才会更有意义。 有了一个家,就会明白幸福的含义。 有了一个家,我们的一切奋斗才有了动力。 世人都说理想的生活状态是,一夫一妻,一儿一女,一生一世,都没提及金钱、名利、房产、豪车、名牌等世人比较关心的。 幸福的根源是一家人开开心心过日子。 当然,如果有更多的金钱名利帮产什么的,那属于锦上添花。 只是这些都不是根本,家才是最根本的。 家,是温馨的港湾,容纳漂泊的灵魂。 家,是如伞的大树,遮大裤下的娇羊。 家,是清凉的雨丝,扶去疲惫的真诚。 家,是永远的鲜花,珍藏幸福的存根。 亲爱的朋友,愿你拥有最幸福的家。 不管大小,不管贫富,那都是让你感到最舒服的地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